中华民族逗留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喉声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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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万众必须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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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日是中国的国庆日 包括央视新闻 人民日报等官媒都在临时零分准时发文 欢庆新中国成立74周年 贴文中也不忘邀请网友转发写下祝福 随后大量中国人民陆续转发 留言庆祝国庆 而不少台湾艺人也不遑多让纷纷发出祝贺文庆祝 包括林志玲 欧阳娜娜 蓝正龙 陈奕涵 汪东成 张韶涵 吴奇隆等23人 另外亲中态度早已是众人皆知的前S4女团成员 刘乐妍更是大费周章 专门为此录制一段影片并公开发布在微博送扬中国 此影片中可见刘乐妍激昂地唱着中国国歌 易勇军进行曲 影片曝光后吸引大批中国网友按赞 不少粉丝纷纷在下方留言赞叹坑枪有力 宝贝唱得好有力量 乐妍威武 中华好儿女 至于台湾网友看到后则留言 刘乐妍这完全不是你的声音啊 舔贡女心在中国惨淡金银 无歌可唱只好唱国歌 中华好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